國泰航空被乘客指控 空服員歧視不會說英文的乘客 甚至還嘲笑乘客 連毛毯和地毯的英文單字都分不清楚 引起了網路一片罵聲 國泰航空是三度發聲明致歉 表示將會解聘涉事的三位空服員 中國民眾21日搭乘國泰航空從成都飛往香港 機艙內卻聽到空服員用英文對話 公然嘲笑一位把毛毯英文說成地毯的乘客 氣到錄音鋪上網控訴 國泰服務簡直歧視 錄音檔內容還說旅客如果講不出毛毯的英文 就沒有辦法拿到毛毯 三名空姐持續嘲諷乘客 越說越起勁 官方宣傳影片落落大方的空服員如今跟乘客指控的嘲諷形象差很大 國泰航空雖然二度發聲明致歉 表示已經暫停有關空服員的工作 並且會內部進行調查 三天內公佈調查結果 但是這樣的聲明被網友吐槽不痛不癢 二十三號晚間國泰第三度發聲明表示將會解聘涉事的三位空服員 強調個別員工嚴重違反公司規徵以及道德準則行為 一律零容忍 絕不姑息 雖然官方火速滅火 就看乘客買不買單 記者 朱鋒柱 齊稱 綜合報導